另外大家也看到的就是五谷的新增社区 长期来都一直在做资源回收的工作 那么一来不止里内的垃圾变少了 而且他们还把资源变卖所得 成立了里内的公积金 那么现在中秋节要到了 因此里长特别运用里内的公积金 再加上地方供庙的捐赠 来买了一些生活的用品 还有一些金钱 希望能够帮助里内的弱势家庭的朋友们 五谷新增社区长期以来都在做资源回收工作 不仅响应环保垃圾减量 编卖所得更为社区增添了福利基金 里长运用这些基金加上地方公庙的捐赠 针对里内弱势贫困家庭给予协助 在三大节庆时也会购买一些物品提供给他们 今天是我们中秋送软弱势关怀的活动 那新增里大概我们每年的三节 再加上那个中原普渡 我们会给整个社区的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 送上一些关怀金跟一些物资 然后今天是我们每年的中秋 弱势关怀的一个发放物资还有关怀金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股软流 送给社区的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 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过节的一个气氛 趁着中秋佳节前夕 里长再次运用资源回收基金 加上地方公庙的捐赠 发放礼金和礼盒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希望他们能够过个快乐的中秋佳节 今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里面的两家公庙 玄安宫跟玄明宫 他们这两家公庙 特别赞助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弱势关怀 包括一些物资或者一些关怀金的部分 那再加上我们的新生理自己的一个资源回收基金 我们把今年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家节 让整个一些物资跟关怀金 让社区我们社区民众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 可以感受到新生理的一个用心跟一个热力 那里面我们整个一些物资的部分 有包括一些看到的所有的包括米啊 然后酱油啊 包括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然后另外关怀金的部分 是每一户有1200块的一个关怀金 黎昌表示能够帮助到这些家庭 也要感谢地方志工无私的奉献 也希望他们抛砖引玉的做法 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一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永佳乐记者五股采访报道